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日本的奇幻悬疑惊祝票 死亡笔记 据说只要把谁的名字写进死亡笔记 谁就会马上跟着屁 由于重名重姓的人有很多 因此在写名字的同时 还得想象着那个人的脸 只有具备的这两个基本条件 杀人的愿望才能实现 这样才不会打击一大片 而且最神奇的是 还可以给目标人物制定死亡时间和方式 影片一开场 一个名叫 哎呀,这名字取的 一个犯罪分子吧 一名犯罪分子正顾头无顾定的逃命 可当这哥们刚挟持了一名人 这准备给警察对着干 突然就犯了心脏病领了犯犯 紧接着又有几名逃脱了 法律制裁的犯罪分子的名字 因为被写进的死亡笔记而嗝了屁 不仅如此 一些正在服刑的坏蛋也相继领了犯犯 面对这一连串离奇的死亡犯 人民群众纷纷发表了自己的告言 有人认为这是神的旨意 就是为了让那些犯罪分子下的议 网友们还将这位神具体到了某个人 把此人称之为救世主 取名叫齐勒 但也有人认为 齐勒就是一混蛋杀人犯 这样下回来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转场之后我们才发现 原来这位神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既恶如仇 人狠话不多的大眼哥 自从一个月前 捡到这本此前留下的死亡笔记 学法律的大眼哥 简直是如虎添翼 开始以自己的标准主持正义 转过天 我们见到了大眼哥的女朋友大眼妹 要说这大眼妹长得确实挺让人陶醉 虽然这二位正在谈恋爱 但看这种状态 估计还没有下回来 关系应该还是清清白白 充其量也就是亲亲嘴拉拉手 学校操场怨怨狗 大眼妹说这是个法治社会 齐勒这么干的就是不对 大眼哥说法律也有其局限的 我要是齐勒我也会这么干 自从大眼哥得到了那本死亡笔记 已经让很多罪犯嗝了屁股 而他之所以从来没有失误 是因为他一个月前就黑进了警方的资料库 转场之后死神就出现了 大眼哥一看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死神说老弟你别害怕 我就是闲得没事干 过来给你收拾蛋 大眼哥说你长这么丑还敢在街上走 你就不怕吓个小朋友吗 死神说坏人也是有道德底线 你放心啊老弟 只有碰过死亡笔记的人才能看得见 由于这一连串离奇的死亡案 让日本的警察们吃不下饭 警察局长忧郁出带人缠了几个月 连个屁也没发现 这个时候上级领导给他引荐了一位名侦探L 协助他一几不安 王大爷说我是L的全球总代理 所有关于案件的事都可以跟我谈 由于叔说你要是再加个威那就更是钱了 L在电脑里说 这次发生在全球的连环离奇死亡事件 估计是一名天才干 由于叔说老光不是电劈叉 你这蛋扯的可是有点大 全世界同一时间死那么多罪犯 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干 L说大哥你别这么武断 村支书请小寡妇吃红门烟 到底是不是为了扯蛋咱接着看 转场之后 L通过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 终于掌握了一些大眼哥的消息 L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其乐经常在关东地区一带下雪传 而且他作恨的时间非常特别 估计这孙子应该还在上大学 到了晚上当幽育叔刚回到家 哎呀原来幽育叔和大眼哥是爷俩 大眼哥说爹地 听说你负责其乐的案件 你们有没有抓住那个杀人犯的 幽育叔说那孙子嚼化的大大体 想抓住他不中意 大眼哥说爹地 万一你要是嗝的屁 我一定送那孙子下地狱 转过天 当大眼哥和死神正在溜弯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人跟踪 这下可把大眼哥吓走心了 哎呀这前面什么也没说 这位FBI的特工龙套哥 就莫名其妙地盯上大眼哥 看完犯人越狱的新闻之后 大眼哥经过深思熟语 心生遗迹 利用公交车 让越狱的坏蛋了领了二半 这也是死亡笔的另一特色 可以通过人为的设置 来控制木妖人物的行为方式 说白了就是 我想让你怎么死 你就得怎么死 旁边的大眼妹一看 吓得是花质断产 直接就被送进医院 大眼哥说 你这属于惊吓过度造成的尿鱼库 医生说了不需要手术 吃点药睡一觉 保证不会死乔乔 大眼妹说 今天要不是你瞎胡闹 我也不会被吓乔 今后你要是再这么蛮干的 咱俩就一到两半 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 大眼哥通过精心的设计 让龙套哥和其他在日本的 FBI的探员全都嗝了屁 忧郁叔说 其乐现在已经没有道德底线 连FBI的探员都领了好饭 各位都是上摇老下摇脚 有的人外面可能还插得有一脚 为了安全起见的 大家可以自愿 愿意干就干 不愿意干的可以马上滚蛋 忧郁叔的花烟一落 和屋里的人几乎全都撒二子撤 L说你瞅瞅你这帮手下 这素质也太差 忧郁叔说你也好不到哪去啊 整天躲在电脑后面下车单 你要是再不露面的 咱们之间的合作就一拍两散 转场之后 忧郁叔等人终于跟L见了面了 这天才的造型就是不一样 颓废中透着忧郁 忧郁中还带着点肾虚 硬堂发黑两眼无深 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自打这龙套哥因公牺牲 可把他的未婚妻冷淡姐疼得不行 这姐们本来是L手下的一名侦探 因为龙套哥的缘故在洗手不干 冷淡姐本打算结婚以后 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 晚上睡觉的时候 再跟龙套哥抽着蛋 可现在所有的愿望 全都尖消云散了 而且龙套哥这一走 冷淡姐再次变成了单身狗 为了给龙套哥报仇 冷淡姐又是查资料又是鸡鸡鸡 发誓一定要把凶手亲自送进地狱 L经过缜密的推断 最终把大耳哥列为了头号嫌疑犯 忧郁叔一听就是一肚子的气 而且气得一连放了好几个屁 但为了摆脱嫌疑 最终还是同意在自己家安上了监控器 不过这些监控器 很快就被大耳哥发现 这位天才少年将棘究计 不仅又干掉了几名罪犯 而且没有露出一点的破产 死神一看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说老弟你这主意可太给力了 我准备等你死了之后 邀请你一起下地狱 我们那边缺的就是你这种人才 你可不能过来啊 转场之后 为了让大耳哥承认是杀人犯的 冷淡姐开始忙干了 冷淡姐说只要你啊认罪 我就放了大耳门 大耳哥说大姐你千万可别冲动啊 杀人可是要偿命的 市场男人那么多 没有龙套哥照样可以开戏车啊 而且咱都是知识分子的 君子动口不动手 谁要动手谁是狗啊 冷淡姐说 孙子你少跟我落里边锁了 姐开过的车比你见过的车都多 你要是再不招供啊 我现在就要了大耳妹的命 就在两人拟一句我一句 互相调戏的时候 大耳妹趁冷淡姐不注意啊 虚晃一招就打算撒鸭子溜 冷淡姐一看那能干嘛 甩手就是一枪啊 当时就让大耳妹领了喝饭了 大耳妹这一挂啊 冷淡姐也害怕 于是碰了一枪啊 自己让自己领了便当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影片突然开始闪回了 并且想起了大耳哥的旁白 原来这一切啊 全是大耳哥为了喜多嫌疑 而在死亡笔记上提前进行设计 四神说老弟啊 问世间谁最冷酷无情王八蛋 你大耳哥绝对是number one 转场之后 女明星小甜甜被疯狂暗领 他的助理导演毛蛋哥 追的是上气不见下气 毛蛋哥说 我爱你可不是两三天了 每天都想你很多遍 既然没法得到你 那咱俩就一起领个饭 小甜甜说 大哥咱有病看病了 你千万别冲动 可就在毛蛋哥准备动手的时候 突然莫名其妙的就犯了心脏病 小甜甜一看就梦了 心想这男人的话 真的是没法听了 就会糊弄我们这些纯清的小学生 说好了一起话别 怎么一个人先自觉了 影片的最后 两个天才少年终于见了面 要说哥们智商真给力了 但也不要太得意 举头三尺有神明 早晚让你下地狱